什么是颈椎病? 白永,骨科蜕变与肿瘤病区,副主任医师 颈椎病主要是由于颈椎的一个蜕变 包括椎间盘,包括它的椎小关节 钩椎关节,后方的侧块关节的蜕变 甚至包括它韧带的蜕变 所引起来的脊髓或神经根受压 血管受压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症状群 不是单一的一种表现 它的表现可以是多样的 有的人的表现以颈部疼痛为主 有的人的表现以根性的上肢的放射痛,麻木为主 也有人以眩晕,头晕为主 还有一部分病人比较少见的 以像吞咽困难,呼吸困难为主 它的临床表现和它的相应的影像学的检查是一致的 所以颈椎病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临床范畴 不是说单一的一个三个字颈椎病 就能把这一个症候群所能够完全概括罗列的 出现相应的症状 还是建议患者首先到正规的医院去做相应的一个诊治 诊疗,完善相关的检查之后 让医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评估 来决定下一步咱们的一个治疗方案 专家提示 一,由于颈椎多关节蜕变 以及韧带蜕变引起的脊髓或神经根 血管受压出现的临床症状群 二,表现形式多样 不同患者症状有个体差异 三,出现相应症状 应及时就医检查 以确定诊疗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